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次的委员会总咨询的时候 部长看到我就说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那这一次部长知道我在咨询要问什么问题吗 不确定 不确定 这样子看得到吗 在我们地方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开场说明会 在这说明会的时候有一些部分人士 就不太了解我们交通部 在对于我们的凭证真摄的火车站 跟我们台铁的铁路高较化已经脱钩了 所以非常质疑 我们的交通部在我们地方上正在进行的可行性评估 是做真的还是玩假的 所以部长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凭证设站是真的还是假的 跟委员报告了 就是说凭证设站 这个的可行性规划是由桃源县政府在办 那么他们现在我的了解就是他们的期中报告已经完成 这个年底之前会有期末报告了 我们有了那个资料以后 这个我们会根据那个结果 我们会进一步来处理 所以他地方政府的可行性还是要先完成 你一直就要完成了 对有些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时候地方 这个一方面我们在做 我们不可能每天做每天来报告进度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怀疑说 有没有做啊有没有做啊 那事实上这个一定有个程序 这个程序可行性完成以后 那我们才会进一步来往下 这个根据可行性的结果来进一步往下来推嘛 所以这一部分是桃源县政府在做的部分是已经在做 那将来按照时间到了时间 他把那个报告整理出来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交通部有在做 我们期待 我要这样讲了 桃源县政府有在做 桃源县政府做完我们才接手了 是这样一个程序了 所以期待部长可以给我们桃源县有个礼物 毛部长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我请过请教过他 他是说交通部已经补出了五百万 给桃源县政府做这个核心研究 所以桃源县政府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除非交通部在支持 所以我们期待给我们最有感的 您认识一个好的礼物好不好 所以我们会我们会继续注意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最近啊 机场的问题都很多 也很夯了 尤其是国际机场协会 公布了我们桃源的机场 在第一季的排名是四十五名 在第二季的话是三十六名 第三季进步得非常快到十一名了 所以我们的整个政策团队 大家都是非常认真 才会进步得这么快 那第四季马上就要公布了 院长跟部长 有没有信心会寄到前十名 这个名次我想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整个桃源航空城里面 像上次说 做的第一航下的改善工程 在第四季一定全部会完成 那这个其实都是 我们所有规划的一部分 是一步步来做 我想这一步步来做的事情 交通部的努力 和全体同仁的努力 一定可以看出成效来的 所以我们期待了 再有努力 再加上破例跟信心 一定可以达得到的 对不对 那由于院长在之前 有宣示过 在松山机场 要把它改造成首都的商务的机场 尤其还要跟台北的火车站 一起共同的连结在一起 作为我们台湾的 陆空的双国门 这后段话是媒体 他们把两个新闻摆在一起 但是也很自然会有这样一个联想 我们只讲松山机场 首都商务机场 变成一个狼带园 可以连结在一起 但是 双子星那边是台北社务的规划 刚好要同时做嘛 所以大家把它连在一起 的确是 像媒体讲 是个双国门 这也没有错 所以也可以配合 桃园航空城的计划 再加上新建 第三跑道 跟第三航向 一起来做 这样子整个我们 国际的航空大本 我们逐步一步一步来做的 是 所以在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桃园机场 有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 需要跟院长 跟部长 做进一步的讨论 让我们这个桃园机场 可以做个很大的 凯进空间 首先 我们看到 我们在荧幕上的 这个厕所 如果我们到了 其他的国际机场 我们看到 很多的厕所 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贴心 最基本的照顾 可以照顾得到 尤其是 像院长跟部长 还是很体面的 如果我们拖个登机箱的话 现在我们的 所有的国际的商务人士 还有一些 自由行的背包客 也都会拖着行李箱 在我们的 台湾的桃园机场 来过境 所以在这个中转的过程中 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如果拖着行李箱 到厕所这样 卡一卡的 要方便又不能方便 这个就是没有 做到一个贴心的照顾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未来 在新建机场的时候 部长 在这方面 要多加的注意 好不好 是我想 我的了解 一般国际机场 大概 这种大的行李车 通常大概 不会让它 行李箱 对 这种行李箱 行李箱是没有问题 像这种行李车 它大概一般 都不会让它推进厕所 可是厕所里面空间太小 它把行李箱放到外面不放心 但进厕所里面 进出不方便又可以的 手推的那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 如果用那个手 那个就是刚刚手拉的那种小行李没有问题 手推车这种 左边这种 通常厕所大概国际间 大概都不让它进去的 所以进入厕所是不方便的 部长你是没有拖进去啦 你无随乎啦 对不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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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是贴血部的 我们未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 通常不让它进去 我们要注意一些贴性的服务 我们是友善的城市 并不是说 哈啰啰啰放到那边就是友善的 对对对 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到国际标准啦 好 未来的新建设 要更加贴心注意的服务 是是是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第一第二航下 第一第二航下 它有三十八个登机门 这三十八个登机门的时候 有连接登机门及航下主体 空桥装置上有延伸电缆 提供航下电力的 给停机坪上面的飞机 维持空调系统 这样子的话 飞机就可以把飞机上的电力 给关闭掉 可以减少噪音 还可以废气的排出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桃园航空站 在这个费率 租借我们的那个电源的时候 租借费率非常的高 后来经过协调沟通之后 费率有降低 这个就是本席要给院长和部长看的 是空桥附设的桥垫跟桥器 它这个是供应电力的最主要的 现在以前是跟民间借用 后来我们自己航下有提供 但是很离谱的就是说 接上去之后马上就跳脱了 这是我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在92年 部长92年的时候 这样的设备机器总共64部 花了我们人民的纳税钱一亿多万 可是在这十一年来提供给航夏租用 这个电桥跟电器 我们只收入到五百多万而已 花了一亿来收入到五百多万 现在维修出来的情形之下 还有八部的 桥垫跟十部的桥器都还没有修理好 最重要明年又说要编了三亿来买这些设备 是跟委员报告 委员非常深入了 这个最主要就是过去他们这个 这个等于说也有些政策上的问题了 过去他等于说自己装了这个 然后他还让这个地形公司啊 去用移动式的 车装的这一种冷气 加气价 这个通冷气的这些 再使用了 这个事实上是 把这个机场里面的动线也搞得很乱了 那现在呢机场在管理上 他就不准这些车载的这些 通冷气的充电的这些 这个在这个机场里面来走动 所以将来都是会用这个空桥 用空桥这一部分相对来讲比较环保 然后呢对整个机场管理也好 所以他现在呢大概就会有这样的改变了 那到将来就说整个机场的次序变得比较好 那明年边买这些设备的时候 部长你可以帮桃园机场做保证吗 这些东西买下去 以后都可以用 不会变成养蚊子的垃圾 变大型的垃圾吗 对过去那段时间因为相关政策各方面都没有配套啦 所以你说你装了以后就会变成有闲置的情形 将来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要转息的提醒就是不要浪费公桃 买的设备要可以用的 对将来不会闲置 对机场的整个设施我们都还是要最贴心的 要便利方便的 还有关于安全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要跟部长院长好好地讨论 因为就最近的媒体都有报道 我们机场的跑道是东补一块 西补一块 像补丁一样 这补丁的情形就是在整个跑道上 会坑坑洞洞洞的或坡洞的 所以在整个我们的飞安 飞安会跟我们的国际标准都认定 我们整个跑道的安全系数啊 不可以低于0.47 如果低于0.47 这是非常危险的 会发生重大的意外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关心来注意 不要到时候发生了再检讨 是 我想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这个目前桃园机场的跑道 跟几年前的那个桃园的第一航下的情形一样了 都是常年该修 该大翻修没有大翻修 那我们现在跑道 那个航下部分已经做了一个整理了 现在跑道部分 现在我们也在准备要做大翻修 现在是大翻修之前的一个前置作业 所以那就是由 大家照片上看到补丁那一部分 事实上不是跑道 是滑行道 那一种的 那一种状况是在 这个硬式的水泥的滑行道上面 有破掉要补的话 大概目前国际间 大概都是用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不好看是过渡期啦 但是呢 安全没有问题 所以都讲说安全无力 我才会提供这个数据的这个表格要给部长看 你有没有看它的数据高低差很多 是 有0.23的还有0.72的 我想我想这一部分就是我先 所以我要再给你看一个另外一个画面 我们在测量这个数据的时候的车量 86年的时候我买一部我们检测的仪器 将近花了600万 现在已经报废了 95年我们再买一台花了600万 它的年限是5年 说现在不堪使用了 如果维修的话要再花200万 所以目前的情形是委外的 所以委外的我们并不是反对委外了 但是委外的车辆 它的检测的仪器 有符合我们的规定吗 我们自己的仪器 是一个在后轮胎底下安装的仪器 在左边那个 就是我们自己桃园机场航下的检测的仪器 我们是放在后轮胎的中间 所以它的路面的那个跳动 只要一次的那个测验 就能够把数据给 系数都可以检定出来 但是我们再看 现在委外的哦 它不是专业的 它是一个简单的乡型车 外挂式的 那你这样子车子的行进间的坡洞 这个数值就是悬差太大了 不准确 所以这个技术的数据不准确的时候 我们万一发生非安事件的时候 谁能担这个责任 我想这一部分我可以查一下 不过我的了解就是 这一部分是有民航局他们在 你委外的时候一年的费用将近要一百万 不过我跟委员报告 那我只要修两百万或者自己采购 我想跟委员报告 而且这个是不是有徒例公司的心意 我想像这一些基本上都是有它很客观的规范必须要遵守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民航局跟我的回报就是像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符合国际规范的 那至于说他为什么不修要委外 这部分我可以另外去查 我刚刚给副部长看的荧幕就是说 委外的车辆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检测的仪器出来的数据是正确吗 不我想就是说民航局跟我报告 基本上他们所做该做的这些检验 他们所得到的数据基本上是可以用来确认它的安全性 它是两次之后平均值啊 高低差这么多的平均值 可以让我们放心安心吗 这个本席是要提醒院长跟部长 非安非同小可不要轻忽 要注意这个安全 未来我们要打造一个我们的国际的航空大门 我们要做到的所有设备购买不要浪费 还有要有最基本的照顾跟贴心 让我们所有国际世界各国的旅客来到我们这边 是首屈一直说台湾真正的好 还有非安的安全 一定不要等到事情发生再做检讨 那样都是来不及的啦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 提醒这三大问题 以后绝对不要发生 所以我想属于最后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提个书面资料给委员 好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开始高速公路所有的继承来收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回书票的要做成回收 那这个回收的话 我们的回收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真正的 我们的回收